在全国最新一期的城市分级评估中 广东有几个城市不出意外的位列三线 而且在广东省内的城市对比中 这可真的是广东省的五个难兄难弟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这些年来 这五个城市的表现的确不怎么尽如人意 这其中或有广东省的不重视 或有地域面积的因素 今天了解一下广东这五个被耽误的城市 看一看有没有你的家乡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第五位 梅州市 总面积1.5万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 潮州人口387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08亿元 梅州 位于广东省东北部 地处闽月干三省交界 东部与龙岩接壤 南部与潮州毗邻 西部与河源接壤 北部与干州相连 梅州市闽月干边区域中处 新城市 梅州也是明清以来客家人 演播四海的主要出发地 是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客家人聚居地 被誉为世界客渡 祖籍梅州的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达900多万人 是全国重点的桥乡 也是港澳台同胞重要祖籍地之一 其中台湾500万客家人中就有180万人祖籍在梅州 梅州也是著名的文化之乡 华侨之乡 足球之乡 第四位 尚伟市 总面积4865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 床住人口267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23亿元 尚伟市 归广东省东南部沿海 珠江三角洲东岸 东陵接洋 西联惠州 北街梅州市 南滨南海 旅居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140万余元 东晋咸河6年331年 至海丰县 明清属惠州府 1988年 设立尚伟市 尚伟都市区纳入深圳都市圈 尚伟也是闽南文化 潮汕文化 客家文化 广府文化交汇地 全市海岸线长达455公里 居全省第二位 海岛数量为881个 居全省第一位 尚伟曾获中国最具魅力城市 中国水鸟之乡 中国青梅之乡等存号 第三位 河源市 总面积 1.5万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 常住人口283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73亿元 河源 一称茶城 地图广东省东北部 东江中上游 历史上 河城是岭南最早的建议之地 南越王赵驼 为首任龙川泄令 河源市 客家人开发岭南最早的地区 是东江纵队的革命根据地 也是广东最早的解放区 河源水环境质量持续位居全省第一 万绿湖 青龙湖 是华南第一大 广东第二大人工湖 万绿湖入选首批中国好水水源地 2018年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位居全省第二 乌矿 铁矿和稀土矿储量位居全省第一 河源是国家远离城市 中国优质饮用水资源开发基地 第二位 潮州市 总面积 3146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 长出人口 256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97亿元 潮州 潮汕四市之一 潮汕街 都市圈 城市之一 一属中国广东部 北靠梅州 南滨南海 东陵漳州 西街街阳 汕头 潮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地外开放旅游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辞都 中国食品名城 潮州也是一座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 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 潮州是随带经略台湾的始发地 唐大以来是海上四车之路的重要门户和对台的通道 潮州的名人有国学泰斗 饶宗仪 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 第一位 云浮市 总面积7786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 闯住人口238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2亿元 云浮市 位于广东省中西部 西江中有以南 云浮水资源丰富 西江黄金水道贯穿全境 云浮新港是广东内河第一大港 云浮也是广东省最大的不锈钢餐具生产基地 云浮的食材加工历史悠久 素有十都之称 南药资源丰富 具有发展南药的地理 气候 生态 种源 和栽种历史等优势 云浮拥有 禅宗文化 南疆文化 石亿文化 三大多元文化 以及地域特征 云浮也是中国人造石之都 中国石材基地中心 中国民间文化 石雕艺术之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您是广东省哪个城市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一天 里面 明天 cars 牛 好的 辑 上 刚 由 阴 就是 对 і